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炎 欢迎来到我的平台游戏控制器教程 本影片的主要内容是玩家的加速和减速 以及虚拟相机跟随玩家移动的功能 在上一小节的内容中 我们实现了玩家左右移动的功能 为了获得更好的操作所感 针对玩家的移动 我们还应该添加加速和减速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要对速度上的变化进行处理 当玩家从空闲状态切换到跑步状态时 玩家的移动速度应该是从0 提升到我们希望达到的最大速度 这个过程就是加速的过程 减速则搬过来 从最大速度慢慢减少到0 要实现这个功能 首先我们要取得玩家的当前移动速度 我们在玩家控制器脚本中 Current Speed 当前速度 将它标记为Protected 让值类可以绑问 这个变量纯硕的就是玩家当前速度的值 我们先来实现玩家的加速过程 打开玩家跑步状态 当进入跑步状态时 也就是Enter 减速中 我们记录下当前玩家速度的值 然后我们在逻辑更新减速中 调用不点数的Move Towards 减速 逐增修改当前速度的值 在每一帧中 我们将当前速度慢慢的提升到跑步时 我们需要达到的理想速度 也就是这个Round Speed 变量的值 这个函数的第三参数是Max Delta 值 也就是这个不点数每一帧所变化的值 我们声明一个序列化的不点数变量 名为Acceleration 加速度 默认值我们可以先给小一点 比如5 这样方便我们观察 然后Move Towards 函数的第三参数 我们传入这个加速度 再乘以Time的Delta Time 在物理更新函数中 玩家控制器的Move函数 参数我们传入的不再是最大跑步速度 而是玩家的当前速度 这样玩家切换到跑步状态时 玩家的钢体速度 就会根据当前速度的值来修改了 我们保存脚本测试一下 请大家观察钢体逐渐这里X轴的值 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的速度 是在一段时间之内 慢慢增加到我们指定的移动速度的 这样玩家的枷锁 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是玩家的减数 在上一小节中 我们已经知道了 如果我们在切换到空闲状态时 不将钢体的速度色为0 那么玩家钢体的速度 也会在摩擦力的作用下慢慢减少 但这是个不可控的减数过程 而且后面 我们会将地面的物理材质 设为无摩擦力 到时候如果不对钢体的速度做控制 那么玩家将会无法停止移动 那么 具体的减数过程 我们要怎么做呢 逻辑和加速的过程是一样的 首先 当我们进入空闲状态时 先记录一下玩家当前的移动速度 然后在逻辑更新函数中 逐增修改当前速度 我们要减速到0 in't move towards函数的第二个参数 我们输入的应该是0 第三个参数 我们同样声明一个序列化 波点形变量名为 acceleration减速度 无论值 我先给的同样是5 最后 我们在物理更新函数中 根据当前速度 修改缸体X轴的速度 这里要注意 停止移动时 我们是没有任何移动速度的 但玩家移动是有左和右两个方向的 因此这里的参数 我们还应该在层上 玩家当前朝向的值 也就是玩家transformlocalscaleX轴的值 OK 保存脚本回到编辑器 再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 当我们停止移动时 玩家的速度会慢慢减少 视觉上 就是玩家切换到空闲状态时 会往前滑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修改这个减速度的值 来控制这个减速过程的持续时间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可控的减锁 以后也不用再担心摩擦力的问题了 最后我将动画机中跑步时的动画播放速度 设为1.35倍 这样用力的讲 跑起来感觉就不会那么飘了 加速度和减速度的值 我分别修改为15和20 这几个值对手感有一定的影响 大家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慢慢来修改 现在我们的unity讲可以流畅的移动了 但是相机是固定的 如果我们把这边挡入的平台均用掉 可以看到现在unity讲跑到了镜头的外面去呢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本章节最后一部分内容 那就是让相机跟随着玩家移动 我们将使用C-Lem Machine 虚拟相机插件来实现这个功能 这个插件有许多的功能 在本项目中我们用到的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Camera Follow 相机跟随 第二个则是State Driven Cameras 状态驱动相机 也就是根据不同状态 切换不同虚拟相机的功能 本期我们用到的是相机跟谁这个功能 由于本教程的主要内容将聚焦于玩家控制 因此这里我不会仔细讲解这个插件的具体功能 更多的是演示给大家如何应用它 来实现我们需要的功能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虚拟相机 在Hierarchy窗口中鼠标右键 C-Lem Machine 可以看到列表中有许多不同功能的虚拟相机可以选择 这次我们选择新建一个最基本的Virtual Camera 相机的名字我们可以修改一下 这里我改成了Virtual Camera Player Follow 跟随玩家的虚拟相机 我们把这个虚拟相机拖到Cameras对象底下 创建好这个虚拟相机之后 可以发现我们的主色相机右边多了一个图标 同时它底下多了一个名为C-Lem Machine Brain的组件 这就说明现在我们的主色相机拥有了虚拟相机大脑 我们之后创建的所有虚拟相机都将依赖这个大脑来工作 通过C-Lem Machine来实现相机跟随角色移动的功能有多简单呢 我们只需要一个操作 那就是把我们想要让相机跟随的对象 这里就是我们的Unity掌 把它拖到虚拟相机组件里的Volo跟随属性栏里就可以了 我们开始游戏测试看看 可以看到现在相机会跟着Unity掌移动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虚拟相机组件里有许多参数是我们可以调整的 首先我们把M改成Do Nothing 这个选项是用来做瞄准用的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不会用到 然后我们把Body机身的模式改成Blaming Transpursor拒进器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相机跟随的功能做更细致的调整了 视频内容以及时长的关系 这里的每一个参数我不会做更深入的讲解 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做更多观影虚拟相机的详细教程的 这里是我设置好的玩家跟随相机的详细参数 如果你愿意可以跟着我的参数来设置一下 不过我个人更推荐你自己好好尝试一下每一个参数的功能 我一直信奉的一个学习信条是 实践是学习最好的方式 因此这里也就当作本期的小挑战留给大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Safe Dueling Play现象 当构选起来的时候在Play模式 也就是在编辑器里运行游戏的时候 我们对虚拟相机做错的任何修改都会保留下来 将这个选项构选起来 可以方便大家在测试时更好的修改这些参数 那么请大家好好实践一下吧 尝试调整一下虚拟相机组件里每一个参数的功能 OK这就是本影片的所有内容 在下一个章节中 我们将实现玩家跳跃的守卫功能 包括玩家起跳、掉落以及落地这三个具体状态 还请大家继续支持 感谢您观看本影片 我是阿妍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